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他的手机是红法的 希望菩萨慈悲保佑他能够找回来 如果能够找回来的话 我替同修写分享到师父的博客 让更多的人相信菩萨 相信心灵法门灵验无比 没想到第二天 同修就发信西来说手机找到了 他原来一直是以为被偷了 因为他当时打电话过去的时候 到处找都没有听到电话响 结果后来宁经求菩萨之后 第二天就在家里的窗台附近找到了 真的太神奇了 心灵法门太灵验了 感恩菩萨无微不至地护佑着我们 感同修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到 上香不恭敬不专心 梦境提醒有漏 昨晚上香点香的时候 心里却想着要抓紧时间念经 上完香打盹 梦到自己把鸡蛋液敲到锅外面 醒来感觉这个梦是提醒有漏 但是我心生侥幸 没有重视这个梦的提醒 过一会儿又打盹了 梦到一只甲鱼在河流面飘着 快飘走了 还梦到一盏油灯 我醒来后心里一惊 应该是自己今晚上香点香时候 意念真的不如理不如法 对菩萨不恭敬 上香不用心 没有一心一意 虽然磕头上香 但心思却不在佛台前 上个月我也犯了类似错误 那时候也是上香的时候 心里想着去赶小房子 磕完头匆匆忙忙起身 当时也是马上梦到自己在佛台前 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 有业障 我念礼佛大颤伟文 感恩菩萨慈悲原谅我了 但是我没有深刻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导致这一次又重蹈覆辙 我向观世音菩萨忏悔 祝福菩萨护法菩萨忏悔 我会好好念礼佛大颤伟文 纠正自己错误的身口意 恭恭敬敬上香请安 专心上香磕头 上香的时候把其他事情放下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自答备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背 不让师父背 不让师兄们背 接下来 让我们来听师父的精彩开示吧 卢台长精彩开示专题 有关冬至的佛学开示 冬至期间关于学佛念经的注意事项 冬至期间有关念诵和烧诵小房子的注意事项 九 若亡人已投胎 在清明冬至等祭祀节契 是否需要烧小房子 选字弟子提问师父回答 卢台长2018年新加坡 红法解答会九 如果梦到穿着整洁的亡人 在医院里输液 穿得非常漂亮 之后很长时间就再没有梦见过 请问师父 这位亡人是否已经投胎了 有可能 一般的在梦中 这个亡人再死一次投胎了 家人是否从此 就不必在清明节中元节和冬至之前 给这位亡人烧送小房子 还是要烧 他如果就是投胎了 你供他了 他在人间也会舒服一点 为什么有时候很多人 一到清明头就会痛啊 你都不知道 你家里的人正在给你烧纸钱呢 因为你已经投胎了 但是你 你是个爷爷 比方说你是个爷爷 活到八十多岁 你死了 你现在投胎 你变成十二岁 十三岁的时候 家里人不知道了 亲戚朋友 还得帮这个爷爷烧纸钱 你就会到清明的时候 头特别痛 他一烧纸钱 你头就痛 明白了吗 感恩师父 慈悲开示 我告诉你 你就是这个人投胎了 你比方说你是个爷爷 你投胎了 你埋在坟上 人家把你坟刨了 你这里就生病了 听得懂吗 为什么坟跟人有直接的关系啊 为什么很多人说 祖上风水烤 孩子为什么就烤得好事啊 为什么孩子就读书好 做官官运好啊 全部都有联系的 秘书处主 以上是指关系亲近的亡人 即使已投胎 也可以在节日祭拜 感菩萨 感恩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在一起听师父的白话佛法 你今天是学了很深佛法的人 师父就给你讲很深的佛法 师父现在红法 连政府都喜欢 多少人学习师父的法门 修心念经后 身体恢复了健康 家庭和睦相处 又有多少人 皈依了正道 你们说政府能不感激吗 师父宣扬的是让人为善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少了多少社会问题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 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